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10月 24日 今天是星期四 我們再次來到 星期四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 國際時事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9月22日 今年是甲晨年 農曆年 我們要跟大家說說就是最新的 在亞洲這一邊 又再 對峙升級 這個是來自 北韓 南韓之間 由於 南韓要回應 北韓 對俄羅斯提供軍火還有人員 所以根據 最新的消息流出 南韓正打算 要提出向烏克蘭 提供軍火 而上述 北韓的做法是打算要回應 北韓 派部隊在俄烏戰爭裏面 支持俄羅斯 根據目前的聲明 南韓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在星期二舉行緊急會議 緊急會議 當中要求北韓 立即撤兵 根據南韓總統府 一個高級官員 對著記者 所說 根據 事態發展 南韓很可能 是會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外界普遍相信這個不是一個普通 的警告或者威嚇 而是南韓 是真正打算這樣做的 換言之 這個會變成了 差不多是亞洲其中一個國家 忽然之間是提供武器支援烏克 令到整個亞洲的國家開始 牽涉到俄烏戰爭之間 北朝鮮已經 加入了俄烏戰爭 他負責支援 俄羅斯 所以 這個升級 其實當初 大家並沒有想像到 因為 經常 外界也覺得 民主國家很少會挑撥這些 擁有核武的野蠻 獨裁國家 看看最新的其他資料 最新的其他資料顯示 北韓已經向俄羅斯 提供戰機的機師 即是說 北韓現在 等於全力支援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 而在昨天我們也跟大家揭露 這個 叫做金與靖 在發表講話的時候 瘋狂爆粗 辱罵南韓還有 是烏克蘭的 等於變相確認了 北韓現在鎖定了 烏克蘭是敵人 根據目前已經知道的消息 這個叫做朝鮮電視台 也有所報導 說朝鮮現在已經派遣了可以駕駛 即是學習和訓練了 駕駛俄羅斯戰機的飛行員 加入烏克蘭戰爭 也根據澤連斯基所說 這個莫斯科 計劃在未來幾個月 令到平壤 即是北韓打算 全面參與烏克蘭戰爭 目前將會有1萬個 北韓的士兵加入俄羅斯軍隊 這個就是普京的增兵計劃 而這件事 被南韓看到 而南韓今屆的總統 也對這個 北韓非常強硬 到了近日 大家互相 說要支持 在俄烏戰爭裏面 的敵對雙方 根據烏克蘭的軍事情報的主管 軍事情報主管也 發現 這個是消息 說北朝鮮最少 第一批士兵 下有2600人 是被派到 俄羅斯 去了富爾斯克州 北朝鮮 繼續出來否認 說他並沒有參加戰爭 但是如果根據最新的 朝鮮電視台報導 引述 韓國政府官員所說 自從 第一次部署地面部隊 北韓也向俄羅斯的遠東城市 派出了戰鬥機飛行員 有更加多的證據顯示 北韓肯定是已經派了兵 去俄羅斯的 根據現在的戰爭 實況 俄羅斯只會需要更加多 北韓士兵 因為 北韓士兵 似乎要招募 去打仗 似乎是比俄羅斯更加容易 比俄羅斯更加多的 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來自金正恩 跟普京之間的交易 跟普京之間的交易 這個消息 很有突破性 因為 俄羅斯 是對其他國家的飛行員進行培訓的 而且更加 如果俄羅斯真的 正在訓練 北韓的飛行員 這個將會是等於 是第一個 是自從越南戰爭以來 第一個是訓練北韓的飛行員 的境外國家 所以種種跡象也顯示 北韓和俄羅斯 現在 是越走越埋 到了這一刻 南韓也高調地 是說要考慮對烏克蘭提供武器 即是說 現在的戰場 正在延伸 如果南韓真的是 提供武器 給烏克蘭 而烏克蘭更加 用相關的火力 將 在前線的軍隊 包括 北韓的人員 消滅 即是說 其實間接來說 南北韓正在交戰 不過是在 烏克蘭 還有俄羅斯邊境交戰 即是說 南北韓即將等於 進入 自從韓戰停戰以來 最嚴重的交戰狀態 而且亞洲這邊也經歷了很久 沒有任何的戰爭 但是一來爆發 就在兩個 一點也不弱的國家 雖然 北韓 常規的軍事力量 是相當之薄弱 但是 北韓是一個擁核國家 可以說得上是相當之恐怖 南韓 南韓 的系統 南韓的武裝 還有軍備 是相當之先進 我們有理由相信今天的韓國 開始 等於跟日本相當之接近 當然 海軍的軍力 日本還是 在亞洲最強 你看看近代 科技發展 南韓 南韓 我跟大家說過 很多時候軍工業 和重工業 還有汽車工業 很多時候都重疊 大家看到 現在南韓的汽車工業也相當發達 南韓 絕對是算得上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更加 是在西方陣營裏面 所以 有不少人在討論 如果南北韓交戰 到底現在 其實大家的實力差距是怎樣的呢 哪一邊佔優呢 我們真的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以科技的力量來講 南韓肯定是遠遠 凌駕北韓的 而北韓 就是因為是所謂的爛仔國家 所以才 令到那麼多民主國家那麼懼怕 好了 遇到就是黑星 現在遇到 南韓的尹石穴 尹石穴似乎徹底是克制著 北韓的 我們終於看到現在的國際局勢正在急劇變化 現在很大機會就是俄烏戰爭即將 牽動了 朝鮮 北朝鮮和南朝鮮即將 介入戰爭 當然 如果嚴格來說 提供武器 歐洲還有美國的國家也有 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當然 俄羅斯相當不高興 也多次恐嚇 提供武器就等於 幫忙打仗 對著歐洲國家 最多是出口術 不敢真真正正還擊 但是如果對著南韓 這樣 就是有機會牽涉俄羅斯 可能會對南韓進行報復 所以這個局勢也是一觸即發的 我們會和大家繼續緊貼 看看最新的局勢發展 看看到底會不會真的南韓向 烏克蘭提供武器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也請各位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嚴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 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小便宜